明洞位於首爾市中心,以霓虹燈和繁忙的步行街而聞名。 夜晚時分,這裡變成了一個熱鬧的夜市,吸引著遊客和當的居民,你還可以品嘗到各種傳統韓國小吃美食。 首爾古宮建築群是朝鮮理事王朝的宮殿,是韓國傳統建築和文化的重要遺產。 在這裡漫步,你可以領略到韓國傳統文化的精髓,並欣賞到美麗的建築和風景,還有古儀仗隊的表演。 北村的韓屋是保留的比較完整的朝鮮傳統建築群,很多韓劇在此取景拍攝。 尼花女子大學是著名的旅遊景點,風華正貌的女大學生們在古老的校園裡穿梭,是一道靚麗的風景線。 韓國有著豐富的街頭運動的文化,每到週末,這樣的場景是常態。 三十八度軍事分界線是七十多年前戰爭的產物,半島分裂依舊,這是朝鮮民族心中永遠的痛。 沈青,是朝鮮著名的校女舊父的故事,給遊客展示了朝鮮民族能歌善舞的文化藝術。 多久,來看,我們來看見。 每天都會有了。 我會把你做的事。 千萬不要再看見。 我會把你做的事。 我會做的事。 我會把你做的事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